在英国最容易被忽视的犯罪是什么 有人说是开车 有人说是酒后驾驶 有人说是打骂男女朋友 其实都不是 最容易被忽略的是打孩子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有一个朋友要申请绿卡了 结果发现有一个记录 什么记录呢 虐待儿童 当然这个记录并不是一个犯罪记录 它是一个社区的一个服务令 其实这种情况在中国很常见 这个别说他们了 作为我个人来讲 我个人体验在教孩子写作业的时候 特别是孩子比较小的时候 这种彷徨无助 这种要抓狂的感觉 是很容易产生一些 不受控制的一些行为 比如说打孩子的手把 比如说打孩子屁股 比如说这个还有一些 这个比较严重的 比如说威胁孩子 或吓唬孩子 拿针扎孩子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孩子都是轻生的 没有谁真的舍得拿针去扎 但实际上在孩子的这种教育体系和教育环境当中 特别是在英国的这种小学的教学体系当中 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工作人员 是专门负责监督和保护孩子的这种日常生活健康 所以说经常孩子们在学校里会被老师教 教什么呢 最近有没有挨打 有没有受到陌生人的欺负 或者说有没有受到家庭成员 其他人的这种不正当的肢体接触 包括打手把筋 孩子本身并不是说要告父母的黑状 只是表达一个事实 昨天晚上回家 我练琴练的不好 妈妈说要拿针扎我 但是这种情况在英国是比较严重的一种潜在的风险 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学校老师立刻汇报给校长 校长立刻召开相关的人士汇报给警察 警察呢上门调查 最后的结果是没有扎 也没有真的存在这种虐待儿童的情况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潜在的风险 因为它是一个事实 它已经发生了 它确实威胁过孩子 或者说确实吓过孩子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这个朋友受到了社区警告 虽然这个校门调查的受工人员也很理解 进入情况其实是比较常见的 但是没有办法 既然已经进入到学校的监管的流程 它必须要汇报 必须要记录 必须要有一个惩罚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导致直接的影响是两年之内无法申请永居 因为这个属于personal character 或者说移民法里的叫做good character里边的一个限制 如果大家有类似的情况 一定要记住几个原则 这个朋友说的 不是我说的 打孩子要趁早 这个或者说换个说法 在教孩子写作业的时候 要控制好情绪 一定要控制好 在这个国家 这个刮沙都有可能刮出最新来的一个国家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小心 好 再次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分享 谢谢 欢迎关注我们的油管频道 英伦大叔带给你英国二十年的生活 法律各个方面的知识分享 英伦大叔 你值得游 我叫风 我叫风 你ame 我叫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